Hello 大家好 我是Billy 今天我来做一个网络食谱 牛奶棉花糖 Poutine 牛奶 棉花糖 125克的棉花糖 125克的棉花糖 加上牛奶 再打开牛奶 放上来 剪刀酒去 25克的棉花糖 再拿搅拌 搅拌一下 1个 开始嗅到一个 脏脏的味道 应该是 棉花糖在 溶解 恩 那个味道 不好受 这个味道怪怪的 浓浓的味道 有一些烧焦味 可以看到哦 煮了一阵子的 现在又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不是在泡泡形状了 减少一半 就这样哦 棉花糖溶解和牛奶合体 继续搅拌均匀搅拌均匀 走走的 吉吉的东西 希望这次 这个video可以成功了 哈哈哈 现在把剩余的牛奶 都倒进这个 锅里了 现在应该是 第二个 我是用了这个巧克力口味的 巧克力 刚才的火太大啊 用到有点烧焦的味道 现在火没有开箱大 火没有开箱大了 好 慢慢 希望这次成功啊 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继续看我煮下去 其实我也是刚买相机啦 我不懂如何操作 我想vlog多一点 可是 没有办法 最近啊 我这里经常下雨哦 跑不出外面啊 还是在家里 煮东西吃比较好 就要把这两个 布地 放进冰箱冷冻一 一天啊 好 现在 就拿过这个壁 打开它啦 打出来一下 OK 这个 做成不成功 来 这个壁 哦哦 现在 现在过个壁 看看我的棉花糖牛奶布丁 现在来开咯 现在就来看咯 等了一天啊 昨天整个人很纠结 睡不着 现在就来第一个 拉环就在这边啦 什么味道 你可以吃 焦味吧 烧焦味 烧焦味 不 ты 哇 现在看到啊 好,Poutine 這是我第一包做的Fresh Milk 為什麼有一些焦焦的感覺呢? 懂了懂了 還可以 現在很緊張 牛奶味 牛奶味的 先讓它吃 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泡比較多 所以有這個粉粉的感覺 還是很可以啦 可以把它凝固 咚咚咚咚咚咚 現在來試吃這個 巧克力應該會比較容易吃啊 比較好吃一些 巧克力本來就超甜 很甜 因為煮第一個的時候啊 可能會有燒焦一點點的味道啊 因為那個火可能太大 吃一隻巧克力這個 OK喔 巧克力 可以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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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私下做 如果这个video你们觉得 我是玩真的啦 我不是玩那些prank来prank去的 如果你们觉得OK的 可以subscribe my channel 给个like我 让我继续做这个频道 把这个频道做下去 有任何你想 叫我私下做的 please comment below 做一些比较要用钱的content也好 也可以在我video的下面 comment给我知道 好,我是Billy 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啦 那个poutine就像这个豆腐一样啦 啦,我的poutine其实跟这个豆腐 是这样上下的 等等等等